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看爸爸和小宝贝教华都在吃什么好吃的呢 怎么不给多宝宝吃呢 多宝宝在这盯着爸爸看了半天 爸爸一点表示也没有 以前要是吃好吃的多宝宝一巴他嘴就给多宝宝吃了 小宝贝教华还喊爸爸爸爸的 然后他给爸爸递的多宝宝都没吃过呢 然后爸爸说这是葡萄,多宝宝不能吃 还说葡萄狗狗吃了会中毒的 那小宝贝和爸爸吃了就不会中毒吗 多宝宝真好奇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看他们来回走来回走 吃的好像也挺香的呢 多宝宝也想尝一尝 小宝贝一会儿就给爸爸拿一个 一会儿就给爸爸拿一个 多宝宝都没有呢 多宝宝好馋 多宝宝都急着做佼佼了呢 小弟弟今天怎么不跟多宝宝一会儿呢 爸爸他们吃一口 然后还吐一个瓶 多宝宝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呢 怎么不给多宝宝吃 多宝宝都看来看去的 都着急了呢 小宝贝给爸爸给的也可快了 一会儿就拿一个 然后喊爸爸让爸爸吃呢 你咋不喊姐姐呀 姐姐也想吃 然后爸爸说 他也吃的够多了 他也不再吃了呢 那你给姐姐吃呗 小姐姐没吃过 小姐姐替你尝一尝 小姐姐不信他能中毒 你们肯定是要毒吞好吃的 多多宝这会儿馋的巴达巴达嘴 然后他拿了一个爸爸不吃 还去给妈妈了 为什么就是不给姐姐呢 妈妈妈妈 你给多多宝宝吃呗 多多宝宝这边看的都馋了呢 多宝宝靠近妈妈之后 妈妈也说多宝宝不能吃 妈妈还说多宝宝吃了 万一中毒的话可咋办 多宝宝就厉害给妈妈看 多宝宝还咬嘴唇 多宝宝一咬嘴唇 就可厉害可厉害了呢 妈妈以前只可喜欢看多宝宝咬嘴唇了呢 多宝宝要是要好吃的不改 多宝宝一咬嘴唇 妈妈马上就能改 可是这次就没改 这次全家人都是一个态度 都说多宝宝吃了就中毒 多宝宝不开心 他们买了毒药回来吃 还不给多宝吃 然后他们吃的还津津有味的 是不是骗饱了呢 也不知道别人家的宝宝 是没吃过葡萄呀 葡萄是不是可好吃的 你们快告诉我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